大家好,我是贝贝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部不啪啪啪就会死的恐怖片 叫她在身后 看完只有一个感觉,万物极可怕 第一开始就是一个性感的妹子 飞美的大腿加上高峰鞋,有一种撂人的感觉 她身后好像有什么东西,慌乱中四处奔跑 但是当邻居和亲人问她发生了什么 妹子却说没事,似乎有难言之隐 第二天在海边 她的尸体被弄成一个奇怪的知识 整篇开始,我的女主正处于热恋期 今天要和她的男朋友去约会 可是在他们正在玩游戏的时候 男朋友看到了一个女孩 但是女主却怎么也看不见 然后男友脸色一片,赶紧拿着女主要走 就这样,女主不明不白地被男朋友带到海边 如今似渴的为爱古早 五秒后完事了 一忧危机的女主趴在车后座回忆刚刚的感觉 突然,男朋友掏出一个手帕捂晕了女主 等她醒来后才发现自己被绑架了 这是要干嘛 这时候男朋友开始说话了 她告诉女主自己被一个幽灵盯上了 只有她能看得见 而且幽灵还会变换成任何人的模样 接近并且杀掉她 如果想摆脱幽灵的残身 必须和别人啪啪啪 那个幽灵才会传染给下一个 女主听得不明不白 就被男友直接像户屋一样扔到了家门口 第二天,女主正常上课 突然发现一个老太婆向自己走来 她想到男朋友对她说的话 立即崩跑起来 赶紧找到自己的好朋友商量对策 然而朋友却不相信女主的话 只是让她好好休息 多喝热水 可是幽灵还是来了 女主吓得跳窗逃走 朋友们看到要被逼疯的女主 最终他们来到了女主的男朋友家 问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众人的要求下 男朋友终于说出了实情 原来她是在约炮的时候 被一个妹子传染的 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 就是通过啪啪啪传染给下一个对象 而且还要保证下一个对象 不能被幽灵杀了 否则幽灵还会回来继续跟着你 幽灵来的次数越来越频繁 女主被吓得哭喊着 当幽灵抓起女主的头发后 终于向朋友们正视了幽灵的存在 女主被吓得住院了 其中一个朋友为了给女主排忧解难 自高富勇上了她的病床 女主不拒绝不反抗 就这样这个男人被传染上了 可是他没有主角挖环 在幽灵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就把他干死了 男人一事 幽灵再次盯上女主 小帅哥不忍心女主死呀 他也想救女主 可是因为有口臭 浓浓的韭菜味被女主当场拒绝 于是众人商量 决定杀死幽灵 他买到游泳池 让女主充当诱饵 幽灵终于来了 女主挤着幽灵的位置 但是幽灵直接拿起东西 朝着女主砸过去 混乱的环境 让朋友根本看不清幽灵的位置 这时 聪明的闺蜜 根据女主所指的位置 扔过去一块白布 幽灵的轮廓 瞬间呈现在眼前 朋友啪啪啪 两枪下去 不一会儿 永时就被吸血染红了 女主最终获救 为了报答朋友 他献出了自己的身体 当他们首先说 走在大机上的时候 所不知他们身后 依然有一个人在跟着他们 到底会怎样 谁也不知道 最终 这部电影看了真爽 不得不佩服导演的 精湛的构思 以及丰富的想象力 你看就是年轻时候 约过炮的人 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别乱约 小心眼上病 好了 今天的恐怖电影 就分享完了 喜欢就关注哦 拜拜 拜拜